在奧米克戎冲击下 英国新冠疫情步入冬季后更加严峻 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较早前决定取消王室的圣诞节前午宴后 星期一在对外宣布 今年将不会在英格兰东部的皇家桑德林厄姆庄园过圣诞 而是选择留在了伦敦西部的温莎城堡中度过 据了解多年来英国的王室成员都会在桑德林厄姆度过假期 但自从英女王十月份入院治疗后 被医生告诫需要好好休息 她的公务行程因此大受影响 这次再加上疫情的威胁下才会打破传统 英女王改变形成显示了疫情的严重性 一些英国民众就表示他们会重新考虑庆祝圣诞的计划 请问民众也担忧圣诞期间疫情更严重肆虐 但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星期一宣布 不实施进一步的防疫措施和限制 英国政府希望能通过疫苗追加剂应对变种病毒的威胁 目标是在今年12月结束以前 为18岁或以上的群众完成追加剂的接种